上個禮拜的話是第五次上課 今天第六次的 總共我們十次上課 所以已經我們的進度已經過了一半了 所以今天的話等於是第六次 那基本上的話我們上個禮拜的重點 大概是放在那個 就是把那個學生成績這個範例 當然我們是用外部讀取的 從CSV讀到Python裡面 當然如果我今天讀進來的話 假設有四個欄位 姓名 國文 英文 數學的話 那當然你必須要讀進來 都要有個地方讓它放 那結構的話一定是很多很多個儲存格 如果以Sail裡面的話 那我如果它能夠在Python裡面放的話 通常是放在串列裡面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有四個欄位 那就放四個串列 不過其實放四個串列還蠻麻煩的 那未來如果說你的支配量很多的話 可能就要選擇用其他的方式了 比如說在那個Python裡面有一個Pandas 那個Pandas裡面 一樣可以放很多個欄位 它的感覺有點像是在那個Python裡面 執行那個像Excel一樣的 但是它是一個可以讓你當成一個物件 雖然這個作用差不多 可是它這個基本上是在程式裡面去做動作的 所以不像在Excel Excel都可以用滑鼠去點選 但是在這個Python裡面 它的缺點就是比較難的地方 就是變成你每個地方都要寫對應的程式 就是不用滑鼠 用程式 OK 然後再來的話計算各科的最高分 與姓名 那我有講到這邊有個叫Index Index的話有沒有 就是去找哪一個最高分 最高分它Return給你一個它的Index 所以它的編 它的所影值 比如說如果是第一個就0 第二個就1 一直在一推 然後找到那個位置之後 你可以再把它的姓名 比如A中瓜湖 把它查出來的那個最高分的位置 再放在那個A中瓜湖裡面 那就可以把什麼 那個人的名字抓過來 因為這一招相對的是比較容易寫寫 就是說呢 程式基本上就不需要做邏輯判斷 那另外呢 上個禮拜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把什麼 把這個全省的這個郵局的地址 我們有個範例 然後呢 做什麼呢 做分 先合併再分割 那所以呢 相對的難度也會比較高一些 所以我們第一步就是從我們雲端上下載 那個全省郵局地址 然後下載解壓桌之後 有總共有25個檔案 OK 那我希望做什麼呢 把這25個檔案 基本上呢 可以快速的幫我一次的合併 為一個檔案 也許叫O好了 O.TST 那當然以前如果你不會用程式來解決的話 以前恐怕要每一個每個開啟 開啟之後做什麼 全選然後複製貼 複製貼 如果你有25個檔你就要貼25次 OK 那其實當然有點浪費的 那怎麼樣可以快速的幫我一次 不需要透過處法鏈鋼 可以合併在一起 OK 那這上個禮拜重點 上個禮拜第二個重點 當然我們可能會需要什麼 知道幾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說 開檔我們有學過 比如說我要開檔的話 就F等於Open 它的這個檔案的入境跟檔名 然後逗點後面加一個R 也就是把這個檔案開啟之後的話 你可以用Read Read就全部讀取 讀到哪裡呢 讀到一個變數 一個字串變數裡面 然後做什麼呢 我們可以再把它寫出去 寫到哪裡呢 寫到一個all.tst裡面 把它Write出去 那不過它最後是找一個換行 所以你把換行再加一下 可是問題你有這麼多檔 那第一個當然我需要做什麼 就是我怎麼知道說這個目錄裡面 到底有多少個檔案 OK目錄裡面 所以我可以跟他講說 這個目錄裡面有多少個檔案 那我們有用了一個 這個什麼的 OS裡面有一個方法叫work OK 那這個OS.work 還蠻非常好用的 以後如果說你想知道 某一個資料夾裡面 它到底有幾個檔案的話 用這個就OK了 另外呢資料夾裡面有多少個 這個紫資料夾 也可以再用OS.work 所以它return給我們就三個東西 所以我們要接的話 一定也要給它三個變數去接它 少一個都不行 這是它的規則 OK 所以程式該如何撰寫 其實我們雲端上也有了 我們在雲端白板裡面 當然如果有些地方你漏掉的話 其實各位就是自己再看一下 雲端白板 在這個第五個單元 第五個單元你要去找一下吧 我們剛開始串列 然後一直往下 大概是差不多 第幾頁的位置 在這裡 OS OS.work 然後我們這邊就會有一個 在大概 第幾頁 往下 OS.work 再往下一點 大概是在這個位置 合併部分 所以夜數大概是24頁的地方 那程式呢 基本上就是這幾頁 我上禮拜講過了 如果說你有些地方遺漏的話 那回去可以再看一下影片 上個禮拜的影片都有提到 OK 所以影片在這邊 有沒有 所以回去 就是像這邊 第四個影片 合併 全省郵局 用那個OS.work這個方法 OK 主要當然我把重點再跟各位講一下 裡面第一個 合併部分的話 其實這個是分 這是 分割合併 這個是 這個是合併部分 合併部分的話 如果你合併單個檔案的話 那就是中間這一段 這個某個檔案 他把它怎麼樣 先路徑找到 哪一個C值碟底下這個路徑 某個檔案 Open它Read 把它打開嘛 然後讀進來 讀到C裡面 再寫出去的話呢 記得一樣先Open 放在這個O底下 記得後面加一個A A的話是Append模式 然後呢 我就把它Rise出去 不過Rise出去C 這個它裡面所有的東西 後面我還會串兩個 換行 為什麼 因為 將來我們還會需要 我把它合併之後 我又希望把它分割回來有沒有 就是合併完之後 然後再把它分割 所以這邊我外面包一個OS Work 跟他講說我的路徑在這裡 所以你那個路徑部分的話給他 然後他就幫我怎麼樣 把這個路徑裡面Return三個東西哦 OK 所以這是一 二 三 OK Return過來 特別注意哦 前面 因為這個方法 固定就要有三個接 所以呢 你不能說你只給兩個 或給一個都不行 一個都不能少 OK 那另外的話這個前面的名稱不見得要叫這三個名稱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變數嘛 那這一個其實最後Print其實就是這個路徑名稱 這個是裡面的紙資料夾的一個串列 那這個的話呢就是你所有檔案的串列 那我們就把這個串列用for回圈一個一個把它讀出來 好 再把它合併 那最後的話 因為我要刪掉什麼 刪掉 除了O以外的這個檔案 所以這邊我有一個什麼 if不等於有沒有 F 假設這個名稱不等於O的話 那我就幫幫他刪除掉 就是說最後合併完哦 那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把它合併哦 這個上面有demo 然後只是把這個重點再秀一下 OK 把它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它合併完成 這裡面的話 就會只剩下什麼 只剩下那個all.tst 好 OK 如果這個目錄 這個好像有點 我再重開一下 好 基本上的話呢 我們在那個下載裡面 OK 現在就只剩all OK 然後如果再把它分割 因為現在已經 已經被 和平了 而且 它全部的東西 除了O以外 都被我刪掉了 OK 那接下來我希望把它恢復成剛剛的樣子 所以上禮拜有demo過 打開它 裡面的話 你可以發現 每一個檔案 後面都會兩個換行 以這個當成線索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把它恢復的話 你要先在那邊加個東西 那當然不見得一定要兩個換行 反正你只要有一個 跟其他資源不衝突的東西就OK了 你也加小老鼠嘛 可是這個小老鼠怪怪的 有沒有 或者是加什麼 加鬥點嗎 或者加空白 反正 只要那個規則 你自己可以想 不要跟別的資源有衝突的 然後你又不會讓人覺得很奇怪 目前想到的 就加兩個換行 應該比較沒那麼怪 OK 好 那最後合併的話 那我上禮拜講 這邊我的程式也寫完 其實它這個程式 就是用快爾迴圈 去Find什麼 Find這一個換行 這兩個換行 OK 那Find到之後的話 把它的0到這個位置 中間的東西怎麼樣 幫我存一個檔 然後並且找到它的這兩個字 這兩個字位置剛好第16個 跟第17個 那Index值剛好從0開始 所以是15 到15、16 OK 然後把這兩個字抓出來 當程式的檔名 後面加一個點TST 就存出去了 OK 所以這個當然程式裡面 我上個禮拜有跟各位講過 這個補充說的 所以 如果有興趣同學回去可以再稍微看一下 那就幫我 有沒有 就是意思就是什麼 幫我把它輸出 之後的話 把那個O把它刪掉 OK 大概就是這個地方就是 輸出完之後有沒有 最後再remove它 remove哪一個 remove這個O 就OK了 所以其實這個範例 我覺得延伸性還蠻大的 如果你工作裡面有很多需要做檔案合併跟檔案分割的話 其實或許可以利用這個範例再稍微再把它修改一下 那這個部分細節呢 請各位再看一下那個上個禮拜的影片 如果有一些還是不太了解的話 然後程式我在這邊有做 那 那 當然呢 用VBA也辦得到 所以VBA寫法 補充放在這邊 那在VBA裡面呢 一樣有那個就所謂的file迴圈 不過呢 它的file寫法它可以用file wain 或者用dofile 一般習慣還是用dofile loop 而且其實道理跟那個Python是一樣的 只是它的語法不太一樣 後面的話呢 我們如果要抓那個目錄裡面的名稱的話 在Python是用os.work 那 在VBA或叫VB 都用DIR這個函數 那這個DIR函數有個特色 就是你給它一個目錄 然後呢 給它什麼呢 你要找的副檔名 信號指的是所有檔名 點tst 那意思是幫我找找看有沒有點tst這些檔案 如果有的話呢 它會先丟回來給你第一個 然後讓它一直跑 跑到最後沒有的話 它就會丟回來給你沒有了 沒有的話就是空置串 OK 那你就離開回 實際上後面都一樣 就是合併了 所以有興趣的同學可以用VBA再跑一下 也是一樣可以做檔案的合併 至於細節這邊都有 然後這個是下載 這個稍微複雜 我們再來的話 那後面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就要講到有關那個字典檔的處理 什麼叫字典呢 在Python裡面呢 如果串列是一欄 OK 那字典的話呢 基本上它就是兩欄 也就是說呢 它第一欄也就是key 第二欄是value key value架構 那這個有點像是那個網路上下載 現在蠻流行像json檔 好啊 json其實就是這種架構 所以你網路上如果人家給你一個json檔 你直接放字典就好了 因為兩邊是相通的 或者現在有那個雲端資料庫 雲端現在是走key value 所以你也可以 你如果要把資料放在資料庫 你先丟到字典 再丟到資料庫 就OK 字典的話怎麼處理 那待會兒跟我們來講 那這邊的話呢 有一個練習 就是我們之前的那個練習 就是我們輸入 但我們之前輸入的是只有輸入成績 比如說成績多少 但是誰的成績 不知道 也就是串列呢 只能輸入一欄 如果你要增加第二欄 其實麻煩 所以dictionary字典 它的好處怎麼樣 你可以一個當名字 一個當它的成績 或者key value的架構 這怎麼做 我們待會兒來看 所以請各位先把上禮拜的重點 稍微回顧一下 那待會兒的話呢 我們就把那個之前的那個 就是串列的範例 什麼改寫 如果說我今天 要再多一個名字 要該怎麼辦 好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 先稍微重點回顧一下 因為之後的我們會講到的部分 其實也都有延續性的 所以請各位前面的東西 務必要熟練 如果你前面東西不熟練 那你我們講到後面的東西 你會覺得怎麼會越來越難 其實這些東西都會有前後關聯性 那字典講完之後 再來就要講一個非常重要的單元 就是資料庫 OK 因為未來不管你做任何事情 通常還是會把資料放在資料庫的機會是最大的 因為你放檔案的話 檔案是幾乎沒有什麼 沒有一個結構的 也沒有欄位的概念 所以如果未來我們要把資料放在資料庫 再來做後續的 比如說要產生報表的話 那相對的會比較簡單 如果放在檔案裡面的話 那你將來要產生報表 就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請各位第一個先試試看 把那個上禮拜講到的部分 重點再回顧 當然我們上禮拜也有錄影下來 所以有些東西我都不再重講 因為重講是滿浪費時間的 所以回去我剛剛講的 假如你還是不是那麼清楚 我建議你就是把影片看一段 然後做一段 看一段做一段 OK這樣可能會比較能夠有連貫性 最好是可以把程式從頭打到 就是自己要打過一遍 你不要像我當然我有把程式放在雲端上 你不要說貼了 可以亂了那就OK了 那是貼的 那不是你寫的 最好是怎麼樣 可以自己再寫過一遍 那才算數 當然的話之後 你們要自己開始寫 這個python程式 那問題就會蠻大的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這部分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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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